為了一寶口福 深夜的傳統市場 出現排隊人潮 不過攤位上 除了一鍋 金燉牛肉湯 一旁擺放的 都是碗裝泡麵 只見客人就坐 老闆把滾燙的牛肉湯 代替熱水沖泡 就讓民眾愛不釋手 就看到美食群過來 看到有人拍影片過 對 因為泡都用青春烤 就是水而已 這次還有加 它是做牛肉湯 原來這是大陸街頭的平民美食 沒想到卻在美食之都台南 稱了當地民眾 追逐的夜間遊臨美食 另外在高雄 老闆可以現場點嗎 可以啊 大概半個小時 沒有預約就得排隊的美食 也是來自大陸天津的煎餅果子 使用綠豆粉皮 加上雞蛋及各種配料 最後還得放上脆皮畫龍點睛 滿滿一捲 讓人看得食指大動 有人路過被畫面吸引 但有不少人 早就在抖音看過 特地前來 試試看是跟他們 就是像視頻上報導 有沒有感覺那麼好吃一樣 外軟內酥脆 這種感覺 城市很明顯 高雄林亞區的煎餅果子名店 廚師出身的老闆 幾年前在大陸吃上一口 就決定把它引進國內 近年來靠著口碑 跟抖音迅速爆紅 另外看起來像是掛包的肉夾模 也是近年來的網路美食 抖音來的嗎 有很多啊 很早之前就有一直在放了 紅燒肉跟洋蔥青椒及酸豆拌勻 包進餅膜 口感讓人驚艷 就連蠟口淋水 也插齊國內的大賣場 跟著爆紅 台灣小吃國內外馳名 沒想到因為抖音的普遍 讓這些原本在大陸的平價美食 意外到了台灣 快速遍地開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